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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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们因为经历长年的战乱 一听到打仗就吓得冷汗直流 所以大臣们不但没有请求卫王出兵抵抗 反而异口同声的说 大王 秦国的国力强盛 卫国根本无法抵抗 我们应该用卫国一部分的领土作为代价 向秦王求和 这时候只有谋士苏代反对割地求和的提议 他恭敬的对卫王说 大王 您现在把大片的领土割给秦国 虽然让秦国暂时不会入侵 但是这个做法对贪心的秦国是行不通的 苏代接着说 您用卫国的领土去向秦王求和 就像抱着木材去救火一样 木材还没烧完之前 大火是不会熄灭的 卫国的土地有限 但是秦国的欲望却是无穷的 总有一天 卫国一定会被秦国并吞 卫王虽然觉得苏代说的很有道理 却又害怕会得罪秦国 还是依照其他大臣的提议 将卫国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秦国 几年后 秦国果然又向卫国大举进攻 包围了卫国的首都大梁 甚至挖开黄河的堤防 让河水淹没了都城 卫国虽然割让了大片领土 最后还是被秦国并吞了 原来苏代将秦国比喻成大火 卫国割地求和的行为 就像抱着木材去救火一样 大火不但没有熄灭 反而燃烧的更旺盛 就如同贪心的秦国 没有因为得到土地 就停止侵犯卫国 直到把卫国并吞 才停止侵犯的行动 小朋友 听完爆心救火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 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故事的背景是在说 秦国多次侵犯卫国 卫王照见大臣商量解决的办法 商量的过程中 多数大臣认为应该割地求和 只有某士苏代认为割地的行为就像爆心救火 结果 卫王选择割地求和 但是卫国最后还是被秦国并吞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爆心救火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是卫王 会选择出兵抵抗秦国吗 为什么 除了割浪领土之外 还有其他阻止秦国入侵的办法吗 说一说你的想法吧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爆心救火 是比喻用错方法使祸害加深 主要是用在用错方法的情境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爆心救火可以怎么使用吧 小信因为千彩券赔了许多钱 竟还想牵住更多来补救 真是爆心救火 面对对方无理的要求 我们不能太软弱 否则就像是爆心救火 只会招来更多的麻烦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与爆心救火相关的成语吧 相似的成语有 火上加油 羊汤止沸 相反的成语有 浮底抽心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